接下來叫我叫一天 地球自轉一週叫一天 地球自轉一週叫一天 一天有兩種 一種叫做恆星日 一種叫做太陽日 太陽日 停車 戰界問 我說 地球自轉一週叫一天 你從來沒有覺得地球在自轉過 那你怎麼知道地球已經 轉一圈 你怎麼知道地球已經轉一圈 你如何知道地球已經轉一圈了呢 停車戰界問這位可愛的六號 六號 六號誰 幾粒啊 你怎麼知道已經轉一圈了 不知道 好請坐 你們這些答案不知道的也蠻正常的 因為你們從來沒有想過這種問題 答案叫做 來 來看我 看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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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愛的看著我 來轉過來 來 來 前面你們的偉大的獎狀 你們那個獎狀現在在我前面 你們的獎狀又回到我前面 我已經轉一圈了 遠處參考點 兩次出連續兩次出現在相同位置 表示我已經轉一圈了 你如果參考的是恆星 就叫做 恆星日 如果你參考的是太陽就叫做 太陽日 好 遠處參考點連續兩次出現在相同的位置 就表示我已經轉一圈了 然後 你如果參考的是恆星就叫做恆星日 如果你參考的是太陽就叫做太陽日 所以我怎麼知道地球轉一圈了 因為 遠處參考點連續兩次出現在相同的位置 OK 兩個日不一樣長 遠處恆星兩次通過直五線叫做恆星日 太陽兩次通過直五線叫做太陽日 你也可以說 連續兩次日出叫做太陽日 或者連續兩次日落叫做太陽日 但是我們天文玄上取直五線 為什麼 直五線高 不會被擋到 日出日落可能會被擋住 直五線高 天上高 不會被擋到 所以我們天文玄上取通過直五線 通過直五線 反正就是連續兩次 八八叫做一天 OK 這兩個一天不一樣長 這兩個一天不一樣長 太陽日比較長 恆星日比較短 差多少 差四分鐘 所以 因為我現在過日子是用太陽日過日子的 所以恆星日比較短 所以就表示恆星的出現會提早 提早多久 提早四分鐘 所以 恆星每天會提早四分鐘升起 這件事情 來啊 國中段考 考過 要用這個觀念的東西 考過 好 恆星每天提早四分鐘升起 四分鐘升起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來 因為 這樣叫做 遠處恆星 跟地球 跟太陽 通通都是在前面 通過直五線 那如果地球不會跑 轉一圈還是一樣對不對 太陽在前面 恆星在前面嘛 都有通過直五線 就表示這樣 兩一天有沒有差別 沒有差別 但是 為此一次地球會公轉會跑掉 地球會跑掉 可是 遠處恆星 無限遠平行光照進來 所以轉一圈 哇 恆星還是有通過直五線 還在我前面 可是太陽有沒有在我前面了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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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須要多走一點 我要多走這個角度 我要多走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是什麼角度 這個角度就是下面這個角度 下面這個紅色的角度 上面這個綠色加紅色的角度 就是下面這個紅色的角度 這叫做內錯角相等 內錯角相等 那下面的紅色角是什麼角 紅色角就是地球公轉一天的角度嘛 用到一天的角度 所以 地球要多次轉 我公轉一天的角度 那因為地球公轉一天走幾度 地球公轉一圈要365要四分之一天 所以就轉這麼多圈 你如果用概率就是360分之一度 都一度 大概一度 所以往裡面沈 沈完之後大概四分鐘 所以就四分鐘 這就是原因 這就是原因 所以 背下來 因為地球繞太陽公轉的關係 太陽日跟恆星日不一樣長 太陽日比較長 恆星日比較短 差多少 差四分鐘 所以恆星每天會提早四分鐘升起 老話一句 為什麼我解釋了 聽不懂 你就給我喔 十倍 如果聽不懂你就給我十倍 反正國中考試都沒有換過數字啦 都一定四分鐘 沒有改過了 你就背就好了 好 不懂為什麼就給我背 不懂為什麼就給我背 OK 十分鐘 那剛才講過了 為什麼太陽日會多一點 是因為要公轉對不對 可是地球的公轉速度沒有一樣快 近日跑的快 遠日跑的慢 這個在高中會變成 克普勒三大行星定律之一 高中在說 國中生只要記住 近日跑得快 遠日跑得慢就可以了 因此每個太陽日有沒有一樣長 沒有 要多少就不一樣多嘛 不一樣對不對 所以太陽日不一樣長 取平均值叫做平均太陽日 李華老師教的 平均太陽日 我們現在就是用平均太陽日過日子 然後一天二十小時一小時六十分一分鐘六十秒 一樣過日子 OK 平均太陽日 所以 這是為什麼會有平均太陽日的原因 請你了解 我怎麼知道地球會自轉 我怎麼知道地球已經轉一圈的 知道什麼叫太陽日 什麼叫恆星日 要背下來 恆星每天會提早四分鐘 升起 明白一下平均太陽日的來源 這樣就可以了 OK